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这个手向特点 这个手向最突突的优势就是长色非常的不错 这个白里透红 手掌呢 它这个三线还是比较清晰 但是呢它这个感情线上面 有很多干扰的杂纹 比较粗 有很多捣纹 这样的话就影响到婚姻的一些运势 同时呢 它的智慧线 它没有太长 但是而且下垂 跟这个生命线粘贴也过长 而且粘贴处有很多褶皱 三宫呢 也不是很饱满 所以说这种运势根基呢 是欠佳的一种手向特点 好在呢 它手向当中还有一条这个什么 这个横财纹 这个是意外之财 偏财运比较旺盛 正财没有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手向当中 第一个是断掌 第二个呢是形成元宝纹和三角纹相互牵套 而且呢 它有一种 这个两条结婚线 并且呢 它的结婚线呢 跟感情线呢 有的时候 这个是似乎是相交 又相互连在一起 这个感情线的起点呢 也 这个比较模糊 比较 比较这个 看不清楚啊 那么这代表感情的运势啊 是属于晚婚的类型 感情线 那么好在它的结婚线比较长 能够基本上 跟这个无名 这个无名指下方的太阳线相互连接 所以说婚姻呢 最终呢 会走向圆满的绝集 这是一个断掌的 这个断掌之人啊 这个婚姻结局啊 少有的一种 比较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 主纹路清晰深长 非常有力 能力强 素质高 非常适合做事业 纹路的格局 开阔 非常的 后期的发展空间 非常的大 早期的事业线比较模糊 到后期呢 到天文这里啊 似乎有一条似乎线 这个事业线走向中止 但是它这个 这个感情线的尾端啊 上翘的太厉害了 有点这个什么 眼高手低做事情 心性比较高 力于晋升 但是呢 它有点太上翘了 太往上走了 所以说容易自负 自大 同时呢 有一些小人来 在背后啊 在影响到事业 这是一个 往往这种 比较自负自大的人 但人缘不是很好啊 所以说要 这个当心小人 好了 有关这个内容呢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